8月4日 七夕情人节 王思聪飞闻女友圣洁在社交平台高调秀恩爱 引起网友热议 圣洁透露 由于自己要工作 没有时间陪王思聪逛件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束花 还带了礼物 圣洁晒出了一件白色外套 网友拔出 这件衣服价格高达22万 圣洁表示 衣服他非常喜欢 高单时尚上档次 如果我不化妆 完全配不上这件外套 此外 王思聪还给两人买了情侣围巾 黑白配 不得不说 王校长还是相当浪漫的 圣洁提到 虽然他平时有些气人 但大多时候 他还是很可爱的 两人在楼下散了一会儿不后 王思聪就带着圣洁去吃晚餐 圣洁对着镜头外门 并曝光了与王思聪握手的画面 圣洁直言 感觉自己有些配不上他 虽然我没文化 但他非常有耐心 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有的时候他教过的东西 甚至还会来考我 也是相当搞笑 这是圣洁第一次和王思聪秀安爱 虽然没有晒出他的照片 但很多人都知道 他提到的就是王思聪 有网友表示感觉王思聪很温柔 又肯花钱还会给女友制造浪漫 难怪他交往了这么多女生 妃子 你怎么看呢